大家好,我是您的专业医美顾问小赵 今天把上次带客人手术时遇到的问题分享给大家 戴隐形眼镜容易眼瞼下垂吗? 其实戴隐形眼镜主要佩戴正确 一般是不会引起眼皮松弛,眼瞼下垂的 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人佩戴眼镜的时候不会戴 使劲揪着眼皮拉得很长 时间长了就会造成上眼皮的松弛 因为眼睛旁边的皮肤都是比较嫩的 当时面诊的客人就是以上原因 造成存在眼睛大小眼,眼睛无神 眼瞼松弛下垂,眼窝凹陷的问题 所以大家一定要正确地佩戴隐形眼镜 才能够避免对眼睛造成的损伤 其次注意的是要双手洗干净 不要脏的手佩戴隐形眼镜 那如果出现眼瞼下垂怎么办呢? 若出现这种情况也不用担心 无论是先天性的还是后天性的眼瞼下垂 都可以通过提及手术来治疗 可用埋线方式或者用切开的方式 通过调节眼睛睁开闭合的肌肉 让黑眼珠露出来更多 使眼睛张力变大,更有神 若有需要的话 同时还可以改变双眼皮的宽度 达到一举两得 根据自身的情况 以及想要达到的效果 和医生好好的咨询 用适合自己的方案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谢谢大家的关注 若喜欢的话,记得给我点赞转发哦